中国大陆自制的动画卡通片《喜洋洋》最近开心不起来了 日前中共媒体央视点名《喜洋洋》和《灰太狼》内容有暴力情节 会误导儿童行为 要求修改 很多民众不理解 热播了八年得奖无数的动画节目 如今却背上了暴力低俗的恶名 那么你为何审批的时候不做批评 八年之后才出来批评 学者担心当局对于意识形态 思想管控越来越严 恐怕会使得中国的电影以及电影工作者的创作力越来越衰弱 《喜洋洋》和《灰太狼》是中国国产的系列动画片 由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从2005年6月推出以来 连续八年占据电视动画的第一把交易 累计超过1000集的内容 在中国大陆有将近50家电视台热播 还曾经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优秀国产动画片一等奖 不过 这一切都成为了过眼云烟 10月12号 中共喉舌央视的新闻联播 狂批《喜洋洋》和《灰太狼》 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国产的长篇电脑动画《熊出没》 央视以情节暴力语言粗俗的理由停播了《喜洋洋》卡通 而中国各地方的电视台也跟进停播 有人言语《灰太狼》抓不住的《喜洋洋》终于被央视抓住了 据了解 节目中的奸华角色《灰太狼》经常被老婆《红太狼》拿瓶底锅打 另一位主角则《喜洋洋》常常被煮被电 因此影片被归类于过于暴力 《喜洋洋》创作之父黄伟明则表示 《喜洋洋》系列的制作从一开始就有要求 价值观正确 邪不胜正 而且不使用任何暴力语言 广东原创动力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新闻中提到的整改二字他并不认同 不过他们计划投入人民币近千万元 着手对所有动画片逐步进行修改 现在我一意识想的管控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认为好像善良的东西只有用善良的方式来表示 我觉得这个是导致中国电影人和电视人 创作力越来越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包括迪士尼经典动画片在内的世界知名动画片 多数为显现邪不胜正的教育性 在内容上或多或少都会加入正邪较量的情节 日本有部很知名的动画片 就是明侦探柯南对吧 里面有大量的暴力啊 每一个里面都有杀人对吧 其实儿童的教育也需要有善恶的教育 那么你光表现善良没有恶势力的出现 你善良也无法显现啊 这是文艺作品的一个基本的构成的方式对吧 你是有表现的恶表现的暴力 你才能表现反暴力的这种动力 比如说表现的苦难 人们才能知道连你 名侦探柯南是日本一部以侦探推理情节为主题的漫画作品 故事内容穿插许多亲情友情犯罪复仇悬疑等情节 深受华人观众喜爱 后来还改编成动画电影 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播出过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电视台更是重播多次 5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表声明说 年底前将会推出国产电视动画片内容标准 对暴力和不文明语言等方面做出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当局整治网络却带来肃杀气氛 上个月以来上百名网络博客作者被拘押 网络的所谓大V名人特别受到关注 一般认为中共整治网络是因为担心网络舆论失控 尽管中共从前也努力控制网络舆论 但是中国网络里面充斥了讨论 嘲讽和信息分享 有一些小规模的网络游说活动 扩散到了全中国 因此当局更加收紧舆论管控 现在连国产的卡通片也被通报批评 舆论担忧 如果连卡通都受到钳制 未来媒体难有出路 在这里套用一句柯南的经典台词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在这里套用一句柯南的经典台词 在这里套用一句柯南的经典台词 在这里套用一句柯南的经典台词